全国大选日期明天就会出炉 各党正忙着筹划竞选宣言 争取选民的支持 看守首相纳德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不忘提醒国人 一些政党也许会在竞选期间 信口开河 取悦选民 比不上国阵已经出台的 2023年财政预算案 不仅展示了足够的资源 而且还会逐步落实 真的假不了 看守首相伊斯迈 今天在槟城打新牛乳 为强化大马一家城市社区计划 主持开幕理事说 政府已经准备好 明年度裁案所需的资金 包括拨款78亿令吉的现金援助 汇集870万人 每一项政策将会逐步实现 绝对不是轻诺寡言 他也以不点名方式提醒民众 每个参选的政党都会提出 天花乱坠的选举承诺 选民应该保持谨慎 避免一再上当 伊斯迈坦年 2023年裁案目前处于卡关状态 还有待下一届国会议员通过 他相信一旦重新受委为首相 组成全新内阁阵容 就会再度提成国会寻求通关 另外当被问到国阵出战 打西牛鲁儿国席的胜算时 也是巫统副主席的伊斯迈坚信 巫统这个老牌政党 可以重夺这个议席 因为上一届大选胜出的议员 本就来自巫统 只是后来跳槽到土著团结党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